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做各行政区的用电量分析 所以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首先我一样 我觉得这个群组直条图是最容易理解的 然后接下来点选这个群组直条图之后 然后用什么行政区行政区的用电数 好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用电的一个资料 用电量资料的一个分布情形 我们一定是由高排到低 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分布正不正常 就像那天我们看到那个 看到高雄跟台南的登革热的一个发生数 对不对 那个分布其实是很夸张的 好 那就是两个线特高 你要是说在左水溪以南 那应该平东跟台东也很高才对啊 可是是不是只有看到某两个线市 不管是发生数发生率都很高 你觉得会不会有问题 当然会有问题 这就是值得我们来研究 举例来说新竹市 新竹市这边用电量是不是也很高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新 新市在哪里 台南啊 对不起 这在台中 这在台南 这小港在高雄 那这个中立在桃园 好 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有时候假设你看台中台南这边用电 大户就是用电量比较多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那个地方去盖发电厂 好 那我现在我要告诉各位 因为我们要去做那个资料分析 做资料分析 我要给各位看2016年小港 是不是他用电量暴增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必须要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做成比较容易让别人一看就懂的 所以呢 请把这个资 请把这个资改成用总计百分比来去呈现 那接下来我的一个排序的依据就要用GT 就要用总计百分比来去秀出来 可以吗 那我们显示一下这个 现在已经不是资了 现在已经是看那个百分比 因为真的我们重点那个值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重点是要去陈述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2016年拿几个行政区用电量暴增 因为增加很多 我们才要去说明这个问题 先看让别人看到这个现象嘛 对不对 现象说明有时候不需要用那个数字来去陈述 那个百分比我觉得更重要 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新竹市 新竹市它4.44变到4.47 它是有增加增加0.03 小港小港在这边 3.49到3.51 有看到吗 好 它增加了0.02 这增加0.03 这个就减少 这个增加更多 所以刚刚刚在这个地方 这边可能我现在因为这样我就看不到了 只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在这个地方点了2016年 这边有没有看到 小港区它是成长的 成长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们是在说这件事 尤其 尤其 尤其你去看 这是不是提高 这是增加 那首先你要看 又再增加更多的 这是我们关切的 那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它是下降 而且下降还蛮多的 大概都有增加个0.03的话 那这边它下降就算下降很多 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 顺便看一下 2016到2017应该理论上是在持平的状态 就是它有增加一点点 可是这边有看到 它其实在新竹市这边是下降的 还有在新市这边也是下降 2017年这边它是上升 这个上升 西屯区上升好多 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这样了解吗 在用电量的改变这边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关注的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做那个右边这张 就是说各行政区的用电分布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因为这是各行政区 那行政区画完 其实我们还可以画游地区号 这我想做出来会跟这边一模一样 但是我要特别再跟你讲 它是SIGMA 它就会把游地区号都当作是一个数字 游地区号在这边都是数字 可是事实上游地区号应该是文字才对 所以在这地方我要特别强调跟你讲 游标点到这个地方 然后一样去画群组直挑图 然后游地区号 那这游地区号一定要把它搬到走这边 然后接下来再用电数 用电数 就它画出来是这个样子 那你根本就看不懂 它到底要画什么东西 这个内容你真的看不懂 好 当这边数字很多的时候 你也看不懂它到底要画什么 记住这个游地区号 游地区号 我们一定要把它的模型 从整数改成到文字 然后接下来你去看 300一定就是这个新竹市 对吧 那个812 812是哪里 是不是小港区 一定是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像中立 中立我就比较熟 中立320 像我们杨梅是326 你们应该知道 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就是多多少 例如说台北 台北不是一开头吗 这边这边终于看到了 这个104 104 104是哪里 这样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吗 中立3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很早人去看这个游地区号 都是都是看这上面了 只是因为游地区号 他拿游地区号来去分析的时候 你要是把它当作数字 你就会看到刚刚好像那个一堆一堆资料在那个地方 你看不懂他到底在做什么 你要记住要把它变成是文字 这个类型要改成是文字 你才会看得懂 但原则上现在我们很少是拿 因为如果有行政区 我们当时拿行政区来去画这个图 行政区它一定是文字 可是游地区号 它可能本来它是特性 它是文字 可是被我们会占用为数字 就会做出刚刚那种不太好的情形 好请你们自己来去画一下那个游地区号 你就知道我所讲的这个意思 记住哦 数值不适合放在轴里面 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各年各月 各年各月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形 好 那我们现在只有年的资料 那没有 也有月的资料 也有月的资料 在这里 这个是 这个分类 这个是年 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当作是月 如果说我们今天希望去做一个 就是趋势分析 例如说好了 我们现在去看 你现在这张图 这张图 或这张图 我们是不是想要去画一个趋势线 趋势线 好 例如说我把这张图改成这个 这个线 那它的趋势线能不能画出来 这边 有看到吗 趋势线 加 可是 可是这样子的话是 你只取三格点来去画 能不能多取一些点 对不对 好 例如说我要取到好多好多格点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要取到月嘛 所以针对这个资料 我是不是把这个月的资料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再往下 就是往下探索 可是它的趋势线就不见了 知道吗 因为这个不是年的下一阶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样子的分析其实不是很准 这样子的分析不是很准 你要知道说 假如说今天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这个图 假设 假设我们现在看到 它是这样子的斜度 它是这样 可是它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画出来 假设都是45度 它画出来它就变成是这样子 因为你压扁来去看 跟拉长来去看 就像折线图 那都是 假设你刻意把它压扁来去看 几乎就是一条线 好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你看到很陡 对不对 然后刻意把线 你会觉得 这条线其实也还好 这样听得懂 我现在说的意思 折线图会因为你给它的高度 而有视觉的差异 但是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如果说是 这个群组直挑图 群组直挑图 然后你去看 在这个地方 2015 这个年 我把它改成整数 它就可以画这个趋势线 因为这是数字 这也是数字 这也是数字 可是当我今天 我把它加进来 这个不是数字 你应该知道 这是什么 这名就是文字 所以我只能取出来 01 02 03 来当作是它的月 好 所以我还真的必须要取出 这个01月 02月 03月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为了要去 秀更精确的一个趋势线 因为我们是不是要 拿这个大数据来做一件事 就是说 在各年间的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 用电量是上升还是下降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要告诉我们的资讯 好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今天只有用 用三个年来去做 这样分析 我觉得还不如把它变成 33个月来去做分析 这样是不是就会 比较可以去说服别人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针对这张资料表 滑鼠右键 是不是要增加月 所以用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资料行呢 是不是要取名叫做月 那月怎么算 因为我要取出来那个数字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等于是说 这个字 这个字 因为它都是固定 固定几个 几个长度 123456789 九个 九个 所以我们是不是 等于说从右边取出 123456 右边取6 左边再取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先输入 右边 好 ri write 然后右边 取什么字呢 取 self's name 在这边 tap键 然后接下来放什么 这个文字 做好了 然后逗号 因为这边有一个逗号 你会发现它字其实变浅了 代表说你已经完成到这边了 接下来深深的颜色 是不是你要去呈现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你要取几码 6码 这边取出来的内容叫做03.csv 所以是不是左边还要再取两码 对不对 所以在外面再继继续写 L1 Left Left 然后Left的内容 这就是它的文字 对不对 逗号 然后取两码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取几码 写好了 就一个右瓜糊 可以吗 如果 如果你看到下面没有任何的提示 就代表说 你做完了 好 Enter 可以哦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的 我们重新画 我是不是要去画 各年各月用电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 一样 我可以用 我可以用折线图 我可以用折线图来画 当然你也可以用群组直条图 用群组直条图可能比较好去观看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用年 年 记得年要放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月 是不是要放在年的下面 的用电数 用电数就是值 所以 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 我是不是要去看 这个是年 可以去画趋势线 加入 对不对 好 先把它删掉 那月 怎么画月 你不是要用多向架探索 要用连续向架探索 那连续向架探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排序 排序是依照年跟月 有看到吗 然后是这个 这个是用递增的方式 递增 因为01到02到12 可以吗 2015年的04 因为这是我们开始的第一个月 05 06 07 08 09 对了 2014年还少三个月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留言 那不然请提供 请提供2015年01到03年的资料 方便我们来去做年度别的比较 对吧 这个我想你是合理的要求 好 这边04 05 06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不是趋势线 趋势线还是不让我画出 莫非它的月 对 你看模型 要把它改成是整数 可是你改成整数之后会有一个问题 你改成整数可能456789101112 可能还是不能描述出来 这边还是没有趋势线 对吧 还是没有趋势线 好 那我们就只能真的用 把就是年跟月做成日期的格式 这样子才能够描述出来 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麻烦请你先做出月 麻烦请你先做出月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张图 这张图 我是结合 结合年跟月 结合年跟月来去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是不是我们用年 然后月 然后呈现它的 就是说用电度数 对吧 可是 可是我觉得这种方式 它还是没办法去画趋势线 对不对 为什么 那不是因为说年 它是数字吗 月 假设我也把它改成数字 我也把它改成数字 它还是不让我画 你看这边 还是没有趋势线 所以这不是改不改成数字 例如说我还是把它改回文字 就是月还是维持文字 因为我希望我到时候呈现的资料 我希望我到时候呈现资料 是那个2016 然后03月 因为这是方便做比较 可是我觉得最最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直接做出 既然有年有月 就把它做出日期 做出日期到时候你就不会有问题 那可是你没有天 所以你就把它设为都是一号 那怎么做这件事 其实做法很简单 一样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可以吗 我要新增一个叫日期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我就取名叫做日期 好 就是等于是说统计的那个时间 那是发生在什么日期 然后接下来呢 日期的函式是DATE DATE 接下来你要放棉 棉我们不是打好了吗 就把他放进去 一撇去呼叫 棉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逗号 月一撇 在这里 逗号 接下来是不是天 我就固定一号好了 你随便固定几号都无所谓哦 那你要几号就就输入几 又刮符 Enter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呢 我就可以来去画图了 日期二 日期二 好 我就新增加一张 新增加一张 工作表 然后点选什么 例如说 折线图 因为我觉得 或者是你用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也可以了 好 群组直条图 然后我们是不是勾选 我们的轴是什么 日期二 日期二 轴是我们的日期二 直就是我们的受电量 受电 好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向下探索 要连续向下探索 这是计 这是计 再向下探索 这是什么 月 然后接下来你去看趋势线 对不起 改成这个折线 趋势线 趋势线只能在那个连续型的资料里面 才能做这件事 那什么叫连续型的资料 刚刚我这边 因为日期 我已经把它转成日期了 它就是连续资料了 1月1号完毕之后 是不是2月1号 2月1号完毕之后 是不是3月1号 它已经变成连续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趋势线加入 有看到吗 趋势线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因为等一下我们下午来 我就要把2018年的资料放进去 对不对 然后它整个这些都画出来 然后趋势线也要直接在上面 所以我现在刻意是不是讲了好多好多 我们写了一些程式 你到时候加了2018年资料 2019年资料 它全部不用再重写 它会全部都帮你算出来 这才是我们要的一个好的工具 这样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事 然后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解决了一件事 趋势 我们可以发现它是逐年在增加 我可以试试 好来说 好来啦 好来啦 然后呢 我便试试